它被比喻为中国最孤独的城市 这是为何 一起了解一下四角下方的芒芽市 芒芽市处在青海省的边缘地带 是青海省的西大门 距离新疆不远 距离省会城市西陵 反而有3000公里 这座年轻的城市伴随着不少游客的到来 如今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里的常住人口大约只有6万人口 这座城市有多孤独呢 芒芽被中国的四大无人区笼罩其中 南边是世界著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枪唐无人区 西边是大名鼎鼎的阿尔金山无人区 西北是赫赫有名的罗布坡无人区 而东边就是人烟稀少的茶挡木盆地 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甘肃的东黄市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距离 东黄距离芒芽市大约是370公里左右 所以说方圆800里几乎没有人烟 也很难再找到一座城市 说它是中国最孤独的城市 一点也不过分 芒芽在2018年12月27日才正式挂牌设施 却拥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汉代时期 这里就有羌族居住 是张天经过的十路驿站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驱车驾驶在最孤独的315国道 一路从西陵向西飞池 穿越沙漠和戈壁 无人区 才能到达芒芽 幸运的是一路上皆是绝美的风光 虽然芒芽市是一座孤独的城市 但是在众多旅游爱好者眼中 这里也是天堂 如今的芒芽市 也是青海最有名的网红城市 这里虽然芳芋到极致 但是同样也孕育了 让人过目不忘的风景 芒芽翡翠湖 坐落在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之间 丰富的矿产 造进了一个人工岩湖 这片形态迥异 深陷不一的岩池 由于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色彩 非常的美丽 芒芽的艾肯犬被誉为恶魔之眼 艾肯在蒙语的意识是可怕 这里因为硫磺等矿物质 在全眼周围长期沉淀 形成了红褐色的圆圈 从高空俯瞰 像极了脉络清晰的恶魔眼睛 也因为含硫磺过高 全眼周围 非疗野兽不敢靠近 泉水流青之处 寸草不生 恶魔之眼实为贴切 而如果来到芒芽的俄伯梁 则一定要去这里的火星基地住一夜 这里的火星基地 是中国首个玻璃的火星基地 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荒凉 偏远 贫瘠 这是芒芽成千三万年以来的真实面貌 而当你真正走入这里 或许会发现 荒凉与孤独也不是为另一种美丽 对于芒芽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